瑞瑞乡公所办公大楼的屋龄20多年了 为了强化办公大楼建物的安全 透过县府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到 展开建筑结构耐震补强的工程经费 施工单位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希望能够快速地完工 避免影响到办公场所以及民众洽工的安全 施工人员沿着乡公所建筑大楼外围 搭起营架 接着在围棋蓝色围离后 随即展开建筑结构耐震补强工程作业 要按照那个结构提示他们的建议 在那个点来做什么方式的一个补强 这样才会加强它的强度 然后它是正面跟后面 还有我们内部还有两次的叫秘书办公室 我们安置维持的整体 只是瑞士乡公所办公大楼建筑 批建完工若成启用至今也不过21年 并未达到机关建物25年法定年限 乡长曾经光指出 花莲地震多台风也多 经由结构济视检测评估分析 再加上维护机关建筑安全考量下 建议以钢构进行耐震补强工程 强化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现在政府对所有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都特别重视 尤其安全的部分 所以一开始前年我们到内政部 有关这个内政部强的共产 去年内政部就核定了这笔建筑 强化建筑结构安全 花莲县政府去年向内政部营建署提报争取 县内核定了新城乡公所 以及瑞水乡公所建筑大楼 将近1500万的耐震补强工程计划经费 3月初瑞水乡公所办公大楼 耐震补强工程开工 施工当位也如火如荼进行 若没有问题 预计最快4月底就可以完工 而避免影响洽工办公之外 乡长曾经光表示 钢购外观也强调与原建筑物外形契合 达到安全也兼具美观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